说到现在的空战理论 尤其是美国的空战理论 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 那就是约翰·博伊德 熟悉F15和F16战斗机的朋友 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约翰·博伊德最为知名的头衔 就是战斗机黑手党交付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 知道了F15、F16乃至F18的开发 让美国的战斗机性能 尤其是空战性能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然而我们今天要聊的 既不是F16也不是F15 甚至都不是博伊德上校 最有名的能量机动理论 而是他在黯然离开五角大楼以后 对战争更深入的思考 他将如何战胜敌人这一问题 上升到了方法论的层次 重新审视了战斗行动的过程 并得到了一个直到今天 仍然被许多人所推崇和研究的 决策模型 那就是OODA循环 要充分理解OODA循环 还得从博伊德上校说起 1975年1月13日 时任美国空军部长约翰·L 迈克·卢卡斯宣布 F16的原型机YF16 成为新型空战战斗机 竞标的获胜者 这本应该是博伊德职业生涯中 最精彩的高光时刻 然而呢 作为F16之父的约翰·博伊德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博伊德想要的是 一台被称为红鸟的战斗机 而极章量产的F16 却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红鸟 什么是红鸟呢 在战斗机黑手党的眼里 红鸟是一架为空战而生的轻型飞机 为了减轻重量 它只有一台发动机 携带有限的空空导弹和机炮 但其推重比极高 在空中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将使其成为史上最纯粹的空战机器 博伊德在设计F16之初 就是按照这个方案 准备为美国带来一架 能够主宰天空数十年的战斗机 按照他的说法 这是一台能够 飞上自己的屁股的飞机 然而事情的发展 却和博伊德预料的并不一样 尽管博伊德的YF16方案获得了胜利 但最终定型的F16A 却并不是博伊德想要的红鸟 空军对YF16进行了所谓的任务化改造 增加了大约1.5吨重的各式设备 例如电子器件 地面测绘雷达和挂点等 这样一来 F16就从一个纯粹的空战机器 变成了一个战场多面手 一架兼职对地打击任务的 多用途轻型战斗机 和博伊德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 博伊德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 他不断对空军高层提出抗议 但他一个上校 人为言轻 根本无法对抗五角大楼 在杰作被玷污的痛苦之中 博伊德黯然接受了退役命运 离开了空军 转向更加理论 更加基础的研究中 而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之作 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ODA循环理论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早年的博伊德有一个外号 叫做40秒博伊德 这来自于美国空军飞行员的最高学府 战斗机武器学校 担任较关时的经历 在当时 博伊德和所有的飞行员打了个赌 他宣称 自己可以在40秒内 从被摇尾的不利局面中摆脱 并击败他的对手 在空战中 被迪基抓到6点钟方向 是最糟糕的局势之一 这意味着对手 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这个挑战听上去 好像是天方夜谭 但在博伊德直交的几年里 从来就没有说过 即使是慕名前来的 美国海军和陆战飞行员 也从来没有人 在这个挑战中击败过他 因此呢 如果说阿汤哥 经典电影中的独行侠 是有真实原型的话 那博伊德应该能排得上号 作为一个活着的传奇 此时的博伊德 并没有赶着去跑金发女郎 而是将他的空战经验 转化为了一篇 100多年的论文 空中攻击研究 在这篇论文中 他首次开始了 对空战的量化 将复杂的空中行动 转化为转弯率 速度和爬升率等参数 在这篇论文中 他将战斗机的 各种机动方式 以及在各种情形下 这些机动应该怎样运用 加以总结和讨论 这篇空中攻击研究 和后来的能量机动理论 影响了一整代飞行员 和航空工程师 不过说了这么多历史故事 博伊德的研究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答案就是ODA循环 如果用武林密集打比方 将空中攻击研究比作箭谱 那么ODA循环 就是不需要箭 也能发挥功力的内功心法 ODA的组合其实很简单 它的名称缩写 就包含了它的所有内容 其中第一个O代表了观察 第二个O代表调整 D表示的是决策 而A则是行动的所写 因此 ODA的实际意思就是 观察 判断 调整 行动 而ODA循环之所以被称为循环 就是因为ODA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过程 而是一个不断迭代的循环 行动的结果 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让情况发生改变 而情景的变化 会反过来作为输入 影响到下一轮ODA过程 每次行动都会产生新的反馈信息 从而影响到下一次的观察 调整 决策和行动 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说 ODA循环是一个 负反馈调节过程 这意味着它的最终结果 是稳定收敛的 形象的说 ODA循环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过程 每一次的循环 都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 深化对形式的理解 从而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精准 我们以空战为例 具体解释以下ODA循环的过程 让大家对它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我们回到1968年的越南上空 假设有一架美国空军的F-4战斗机 正在高空飞行 它强大的机载雷达 扫描到了前方远处的一架米格21 获取到了米格战斗机的空速 方向等信息 这个时候 F-4的飞行员就要根据信息 做出评估和判断 是否要调整自己当前的策略 下降高度迎击米格战斗机 现在我们让这架F-4开始俯冲 进入牧师距离 预热麻雀导弹 准备去抓米格战斗机的屁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米格21的飞行员意识到了 有一架F-4正在发动进攻 它的最好选择就是向一侧转弯 并下降高度 以地面为掩护 脱离F-4的导弹锁定 而它也这么做了 请注意 ODA循环的第一轮 在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 F-4观察到了米格的闪避动作 但这个时候 俯冲的F-4 其速度要远大于米格战斗机 一旦冲过头 米格就会扭过头来 咬住F-4的六点钟方向 让F-4处于不利位置 于是聪明的F-4飞行员 迅速做出调整 向上拉伸并转向米格的方向 将俯冲转化为高悠悠机动 重新咬住米格的六点钟方向 并预热香味射导弹 锁定米格战斗机 而对米格战斗机来说 它失去了高度 速度上也不太可能和F-4相竞争 陷入了一个死局 看完这个例子 大家或许对ODA循环 有一个直观的理解了 不过在这个案例中 大家也许能够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 ODA循环理论 隐含着一个假设 即对手也采用ODA 这一点倒不是什么问题 在空战中 缺乏ODA中的任意意向 或是没有跟上对手的节奏 都会导致飞行员立刻处于劣势 例如缺乏观察和信息 会直接导致飞行员被偷袭 缺乏调整 会使动作容易被对手预测 而如果不决策 不行动 那和死了也没什么两样了 而第二个问题 则是ODA循环所揭示的 在行动中 较为敏捷的就能够领先对手 或者说 先一步进入下一轮循环的个体 将会占据信息上的主导地位 对形式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更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ODA循环的核心内容 就在第二个O 即调整这一步上 通过控制和改变节奏 先对手一步 抢占有力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 让对手摸不着头脑 从而落入下风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ODA循环中的敏捷 并不是单纯的强调行动快 而是在节奏上顶先一步 掌握战斗的主动权 从而不断放大优势 在每一轮ODA循环周期中 优势方只要不断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 相对优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乘指数级放大 双方的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最终导致敌方的瓦解和崩溃 相对于决定性胜利论 伯伊德认为 没有必要通过一次沉重的打击 彻底瓦解敌方体系 只要在创造初始的优势条件 并阻止敌人通过行动抵消这一优势 就能最终战胜对手 伯伊德在他的讲座中 举了闪电战作为ODA循环应用的例子 他认为 闪电战并不是单纯的闪电突袭 只有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闪电战的本质是用高节奏的运营 迅速发现并利用机会 受到老毛奇战术思想的引导 德军指挥官的命令 往往只是一个总体意图 而不是确定几点几分 攻取哪个山头的命令 下级军官的工作 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来实现该意图 这就给了德军极大的战术自由度 让百万之众的军队 在通讯不那么发达的20世纪初 形成了一个战斗力极强的有机正体 此外呢 伯伊德还指出 当一个人针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制定了适当的方法时 ODA循环的节奏就会加快 这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行为 指挥官可以跳过 ODA循环中的调整和决定部分 让观察和行动几乎同时进行 这种适应性赋予了ODA强大的力量 导致对手的决策和判断过程 越来越落后于我方 让我们能够轻松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ODA循环的最新发展 随着现代空战的信息化 美国空军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通过研究红旗军演的数据 在ODA循环的基础上 相对于伯伊德的能量机动 提出了信息机动性的概念 信息机动性理论 综合了信息交换的参数 例如通信信道容量 信息声 单位时间内发送的消息数等 信道容量越大 信息商越小 发送的消息数越多 在信息战和电子战中 就能够获取更大的优势 而获取信息优势 恰恰是ODA循环的第一步 例如美国空军的F35 就是一种高带宽 网络化 拥有高性能传感器 和低可观测性的平台 在信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斯蒂芬尼·安尼·弗拉·奥地上尉 在空天力量杂志上 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对于第四大战斗机 例如F16等 速度和能量 等于生命和生存能力 而在第五代战斗机的世界里 信息就是生命 对于第四大战斗机的世界里